肯定华人新移民的孩子也是未来的国家主人翁 由洛杉矶世界日报主办 东森美洲电视与多家华人企业 共同参与的第一届欢乐亲子展 活动不只会有吃有玩 更让孩子们有机会体验到新闻工作的乐趣 有念念人延续中华传统文化 还有夕阳气球带来欢乐与惊喜 由世界日报洛杉矶分社安排的亲子活动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帮助父母让孩子远离手机与平板 都是鼓励孩子主动关心日常生活 哪怕是吃这件事也能充满趣味 这样的过程会让他们觉得说很有成就感 那很有成就感之外呢 也可以让他们比较去appreciate 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会比较不会浪费食物 要让小朋友也有更多元的一个触角 更多元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为小孩子开更多扇窗 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这样一个多元文化 就算爱看电视也不用担心 因为东森美洲电视现场更推出 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提供在美华人一个健康欢乐又意志的平台 又又小主播要征集小主播的参赛者 其实华人家长都很喜欢 很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能成才 也叫他们去学中文 其实又小主播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只新人勇于尝试 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更吸引到多位东森之友 再次带着孩子一起来挑战 展现最棒的自己 青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就参加那个小天使拜大年 然后呢 也谢谢这个本台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多参加这种活动 希望小朋友都来报名 无论他是赢还是输 其实一定是要那个过程 学习的过程 鼓励孩子多元发展 世界日报洛杉矶分社 不只要帮助华人家庭 提升生活品质 再次联手东森美洲电视 更希望为华人教育 多尽一份心力 错过活动的民众 欢迎上东森美洲台观网 持续报名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东恩新闻叶永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